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仙台一帶有災民四出搶略 吳岸 歡迎收聽廣播新聞網 我是羅文麗 我是王家林 已經列入聯合國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打小人 原來有很多都是無牌經營 因為有很多當主都誤以為有了商業登記 就不用再拿小販牌照 由湯麗雄報導 打你的小人腳 讓你一生都沒有鞋 林婆婆在灣仔俄頸橋打了九年小癮 五年前稅務局主動落區 幫她申請了商業登記證 但在申請之前 稅務局沒有跟她說清楚 有商業登記證 不代表他們可以合法在街邊做生意 她有沒有跟你解釋 這個牌照和小販牌有什麼分別 沒有 要我牌照 要我發給我 一年賺多少錢 停車去 給了450元申請了商業登記證 梁婆婆才知道沒有用 她試過給食環處的人驅趕 覺得非常不滿 我有一段時間 我那些崩潰沒有好過她 那誰擺定不重要 不要罵 擺妻人罵 要給條路人過 趕趁你把握 灣仔區議員仲家問說 梁婆婆可能被人誤導 我們曾經向有關當局反映過這個問題 但是稅務局拒絕接受訪問 只是說前線員工在幫打小癮婆婆申請商業登記證之前 是有責任向他們解釋商業登記證 和食環處的小販牌照性質是不同 對於有員工在職責上的疏忽 局方表示會跟進事件 廣播新聞網記者湯麗熊報導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六大產業 但數據顯示 文化及創意產業的經濟增加值 和就業人數都出現負增長 有業界人士批評政府對行業沒有實質的協助 讀多媒體設計的阿晴認為 香港得很少機會發展文化創業 對前途覺得很迷惘 投資比較少 又沒有一些動畫公司在香港 就算我想入行 香港根本沒有這個公司 我根本可能學成都沒用 就算有學校這樣培訓完人手 那些人手都未必會留在香港 政府最新數據顯示 文化及創意產業的就業人數 09年只有18萬8千多 比起08年超過19萬的數字 跌了1.6% 從事藝術工作十年的阿峰說 新進藝術家起步相當困難 政府在前年6月成立了創意香港辦公室 推廣創意產業 但資深畫家石家豪批評成效不大 政府撥出來的錢 主要用來營運 包括出糧 營運場地 燈日補納 還有行政櫃 那些錢在那裏慢慢分 去到最底層 真是做創作的人 最終不是直接得到那些錢 創意至優計劃的副主席梁君彥就認為 政府撥款的角色是輔助多於主導 要成功推動產業 藝術家都肩負重要的責任 他又補充 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的性質是長遠的 現時的負增長只是暫時性的情況 廣播新聞網記者羅文麗報導 日本311大地震已經發生了兩個多星期 物資供應緊張 在仙台一帶有民眾四處搶奪糧食 和日常用品 《華爾街日報》報導 海嘯退卻後 有人目睹過百人衝入仙台一間飲品廠的貨倉 拿走大量啤酒、咖啡、果汁等飲品 另外有多間便利店被搶劫 店內的自動櫃圓機也有被人叫開 偷走入面現金的痕跡 日本當局已經清理附近一帶的道路 令救援物資可以更快送到莊民的手上 警察廳也會多派警車在受影響的地區巡邏 以防止災區的治安進一步惡化 今次地震對日本造成嚴重的打擊 不過就為美國加州理工學院帶來了大量做研究的資料 學者說這些資料對日後預防大規模地震 和改善建築物的防震程度會有很大的幫助 孔永燕報導 今次加州理工學院用電腦模型展示出 在日本100秒地震裡地裂的情況 發現日本部分土地在地震的時候 向東移動了4米 負責今次研究的湯馬斯教授說 這些資料可以幫助美國做好充足的準備 防範下一次的大地震 他們曾經研究過多次地震 但是未試過在以往的地震紀錄裡 得出當時地面搖動的情況 去勾立建築物的防震規劃 以往在美國發生的多次地震 震央都非常接近人口密集的地區 好像太平洋西北部的俄勒江、華盛頓等等 而今次日本地震就同樣發生在大城市附近 所以這次地震的數據對美國來說非常重要 湯馬斯教授相信 今次收集到的資料可以令建築物的防震設計更完善 並且令地震監察設施在下一次大地震來臨之前 發出最早和更準確的警報 廣播新聞網記者孔永燕報導 位於環太平洋地震大的日本 間中都會發生地震 對日本的居民來說 食得在災難時逃生是非常重要 除了逃生技巧 他們每家每戶都會準備逃生包 以防要走難的時候用 由林佑達講一下一個合格的逃生包裏 要有什麼用品 清潔的食水、食物、救救用品、現金 甚至是清潔用品和流動廁所 都是普遍日本市民會在逃生包裏準備的必需品 住在日本半洲南面四國的小野太太 她的丈夫是一個災難專家 她總共有三個逃生包 分別放在家裡和車裡 她準備的逃生包 除了基本的逃生用品 裡面還有睡袋、水袋和勞工手套 她說萬一不能夠入住避難所 或者與外界失去聯絡 裡面的用品都夠她捱到幾天 除了逃生包之外 她定家裡還裝了太陽能發電板 一旦電力中斷 都可以提供小難的電力 日本每年的9月 都有一個全國性的大型逃生演習 市民要去到自己居住地的集合點 進行一連串的演練 隔壁民眾面對災難時候的逃生意識 廣播新聞網記者林悠達報導 除了地震之外 日本還面對核危機 令國內外的人都很擔憂 有當地藝術家 製作了一段卡通短片 為災民打氣 在分享網站有過百萬個點擊率 短片的主角是核電小子 代表近福島核電廠 在地震後 她肚痛放出腹射屁 影響了周圍的地區 後來醫生用了海水和磅元素治療後 她終於都康復 這段片又提到三里島和切爾諾貝爾 這兩個核小子 說就算福島的核小子情況再壞 都不會像切爾諾貝爾那樣爆發 製作這段短片的八谷和言說 希望用自嘲的方式鼓勵日本人 和透過這種黑色幽默 繼續為日本打氣 文麗啊 你有沒有想過用口都可以辦到不同的樂器 你是不是想說beatbox呢 我上網都看過不少短片 但好像只有外國流行 其實近來beatbox在香港都開始流行 還有人開班教學 跟大家介紹一下 那當然有個黑板啊 當然 你寫下吧 但是我自己都會寫些譜出來的 B T K T 那就是 他說beatbox除了千變萬化之外 還有很多獨特的地方 beatbox是 有些人說不是樂器 但我覺得是 還有一個很有趣的樂器 它是很神奇的 即是它可以辦到所有聲音 拍子、 melody 所有不同的效果都可以靠一把口做出來 beatbox是很多元化 王浩邦近年大力推動beatbox的文化 上年還插入了第一屆beatbox大賽 接下來即將舉行第二屆 他有信心beatbox會在香港越來越普及 有時有些社區中心機構 學校找beatbox來宣傳一些禁讀的信息 政府是挺支持這個文化在香港繼續發展 還有我看到這個趨勢 玩的人越來越多 未來應該會發展得很好 他希望可以將beatbox帶入流行的音樂市場 又鼓勵有心學beatbox的人不要輕然放棄 廣播新聞網記者王嘉琳報導 今日的新聞報導完 接著請收聽一節彩色時事 再會 3月6日反預算案大遊行當晚 讀中七的何傑明 在皇后大道中留守到最後 我們就在走的位置截住 大喊說走完不一定要走 我們可以留守 因為走了很多年都沒有改變 那時候我們在想 為何不將以往一貫好傳統遊行的方式 多做一些聲音 多做一些爆發點出來 然後就一直呼籲人到皇后大道中封牢 可能會逼到政府對這個預算案 作出一些改變或調整 亦可以引導一些社會的主流媒體 或者聲音去關注這件事 他認為當日自己和其他示威者的表現 不算激進 其實我們都很和平的 但是站在警方的立場 他當然要制止這些場面 所以他們就會用武力去清走一些人 好像反高鐵一樣 其實他們都有出動防暴警察 我們就覺得太over了 因為我們不是暴民 當晚有113個示威者被捕 當中北伐被稱為80後 甚至90後的青年 社民年一向高舉 沒有抗爭 哪有改變的口號 內幕副主席吳文遠就說 近年的確多了未成年的青少年主動入黨 更加有家長 大同子女一起參與活動 過去兩三年 我們慢慢發覺 很多80後甚至90後 都很主動地想入會 但是當然 始終你under age的話 我們始終都有個 concern 就是究竟他 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麼呢 18歲以下的小孩入會 他們父母都是同一時間入會的 然後他們就一家大小進來支持我們 吳文遠說 沒有限制青少年參與政黨活動的年齡 是因為未成年都不代表欠缺判斷力 很多時候 例如我舉個例子 就像剛剛說 有個十三四歲的小孩 他的思維 他的心智 其實是很成熟的 他無論寫的文 或者說的理論 其實反過來 有時候還是比某些大學生還好 都未定的 所以他們的投入程度 其實是跟其他成年人 覺得沒有什麼大分別 只不過是 你始終太小孩的話 他可能處事方法 有時候不夠成熟 例如我們如果要政策討論 他可能會是死牛一邊頸 這樣就對了 你這樣說 其他講話就是錯的了 本港大部分政黨 都有限制黨員的入黨年齡 民建聯就規定入黨人士 一定要超過18歲 如果他是一個讀書求學的時候 我們其實都鼓勵他可以集中精神去學習 我們又不想太多影響他的學業 所以18歲一般來說 有些都是出來工作或者之類的 我們都覺得 各個都是一個適合時候 讓他們可以參與 對於年輕人用暴力表達訴求 更加有家長帶同年幼子女遊行靜坐 民建聯主席譚耀宗說不鼓勵青少年 甚至兒童故意和警方起衝突 而家長也要注意子女的安全 因為我們不覺得 你如果跟警方在那裡推推撞撞 在那裡發生很多衝突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因為警方就是維持秩序 我們如果跟他在那裡太多的衝撞 那變成那個焦點都改變了 有時家長會帶同年輕人出來 表示一下那個需求 我們有時都會接受 但我們一定要確保 那個是很和平的環境下 不會有發生意外下 我們絕對不想 當有些小朋友參與的時候 又會突然搞一些衝突的事 我覺得我們絕對不會做這些 自從反高鐵示威之後 80後被子過於激進 反預算案大遊行當晚和警方的衝突 更加加深了這一個印象 今年15歲的張君橋 也有參與當日的示威 他就不太贊成當日部分 年輕示威者的做法 我一定不會去衝 你可以說石身 但我覺得不值得為了這些東西 去犧牲你自己人身安全 我覺得我們不需要做到他們這樣 正如我剛才都說 我覺得他們的行為真是有些過激 令到別人大家都失焦 焦點就落到你那些過激行為 失去了整天活動的真正意 就是為了反對律政議宣案 兒童權益委員會的執行幹事 黃慧玉 就認為兒童參與政治事務 是他們應有的權利 在香港的教育制度 或者是家長的文化 實在是很少給機會 小孩子去表達意見 這個跟歐美來說 香港是相當落後的 如果小孩子出來上街 或者是什麼 的確會令很多人很懷疑 究竟是不是他自己真正的意見 還是被人擺佈 但我可以做多些家長教育 譬如在家裡 一些關乎他的事件 可以多些不要跟他安排 而問了他的意見 或者是給他一個選擇 我當初也是被我爸媽媽媽 帶出來的 2003年7月 大家將這支棒傳到下一代 將樂園都是他們接手的 即是80號感受 一直傳下去的 我覺得這個其實 你說現在小學推銷過文教育科 他現在就是做一個很好的公民教育 即是我們身為香港 我們是香港人 我們很需要去關心這個社會 即是每人做多一個 然後這個 即是為下一代好 為香港好 然後將來才會有更加好的政策 那些民生才會好